先介紹我一下 徐如玲是我的筆名 真名是王素兒 我現在是在台灣博物館當志工導覽組的組長 這個地方我就先為台灣博物館做一下廣告 現在正在展的有兩個大家很值得去 一個是台灣的美食 不是吃啦 食口 台灣的各種礦石的展覽 看這些展覽 除了這些石頭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第二就是你看這些石頭 知道台灣島是如何形成的 所以我覺得蠻值得去看 尤其是小朋友如果將來在地球科學方面 想要成績好一點 應該去看一下小朋友好像不要錢的樣子 那65歲以上的老人平日不要錢 假日半價 票價很便宜 即使是全票也才30元 而且還可以順便去土地銀行館看法師 那我從高中時候就開始登高山 所謂高山就是玉山雪山大坝尖山這一類的高山 那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了五月三間 所以已經成為那個時候最年輕的高山巷島 然後我年輕的時候有做過一件瘋狂的事情 就是我在二十歲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去爬南湖大山 重走中央尖山 全程七天 所有的帳篷啊 睡袋啊 鍋子啊 食物什麼什麼全部都自己一個人背 我那個瘦採四十一公斤 背了二十三公斤的東西 所以真的還蠻瘋狂的 不過那個時候也算是造成一個蠻大的轟動 各位年紀比較小不知道 沒有經過那個聲曠 那